JCM Plus 来看我们的团队为您精神的三则经典动态 那刚刚呢我们其实更有提到了 PS5的游戏主机会延后上市 但是悠游卡公司呢 跟Sony游戏主机PS4合作的 无线控制器DS4的造型悠游卡 还是在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开放预购了 那在推出没有多久 马上就被抢购一空 而且网路上面还一度出现了空转这样子的情况 好你看这样小小的一个大概每个售价390块 而且现在在网路上面呢 假设是卖出二手的卖黄牛的 现在还已经涨到了5000块钱 那前后已经有28000个 不过现在恐怕你上网已经抢不到了 恐怕真的要用这个黄牛的价格才有办法买到了 而另外在美国 美国昨天晚上各地实施宵禁 很多地区大概在晚间7点左右就开始了 但是偏偏纽约市拖到很晚才开始启动 因此挡不住乱象 那纽约因此又出现了很多的打劫场景 那让现在市长白思豪成为了众矢之地 不过现在有个消息传出 白思豪的难处 为什么他会这么晚才宣布宵禁呢 可能是因为跟他的太太 另外还有他的儿女有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在稍后的进入晚报 会提供你完整的报道 另外中国在上个礼拜 强推了港版国安法 在这个礼拜 北京就公布海南自由贸易港计划区 想要把这个海南岛建设成区域经济 还有像是购物中心运输等等的中心 因此现在也被研派 这一步是要用来布局 为来取代香港的策略 另外还有跟美中脱钩的策略 不过现在我们要带你来看 中国大陆自己在国内出现了一些矛盾 怎么说呢 但是我们在这个矛盾开始跟你讲之前 要先跟你说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在2005年的时候 中共那个时候出现了所谓的文明城市测评 好 那这个文明城市测评到底是要凭什么呢 主要是在讲说 看看你路边的这个流动单贩案会不会很多 那会不会影响市容 会影响交通 那如果说有占用到公共空间的话呢 那可能会有一些惩罚性的措施等等之类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文明城市的一个评测 其实听起来很合理 就是要让城市看起来更进步 好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最近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呢 居然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句话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中国的流动摊贩呢 是人间的烟火 是中国的生机 那不仅如此呢 还有中国一些部分的媒体 开始报道了一些很激励人心的故事 好 这些故事呢 包含像是哪些媒体 黎世平 黎世平他就报道了 在成都有一个90后的女子啊 就是1990年后生的 那他白天呢在服装公司上班 那晚上出门摆地摊 结果摆到最后呢 收入增加了30% 所以后来还可以买豪车 他买了一部二手的奥迪来犒赏自己 那另外呢 央视呢也发表评论哦 说流动的摊贩呢 就是城市流动的风景 所以大家呢 应该要给这些流动摊贩呢 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机会 给民生更多的机会 中国日报 也在昨天的时候呢 推出了宣传影片 说天热了 小店的腰呼声也就高了 而且还报道说 你看啊 这个小店呢 因为这个 开始活络了经济 所以支付宝的数据也成长了 好 有没有发现 矛盾点在哪里了 是不是开始已经 在推翻自己过去的政策呢 不过李克强这样子的喊话 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 想要打脸自己 因为我们都知道 武汉肺炎疫情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后疫情的时代 当然病毒完全全 没有完完全全的消失 但是经济正在持续复苏当中 我们来带您看一份数据 中国呢 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啊 那个时候呢 所谓的老字号企业 大概呢 在那个时候 还有一万六千多家 但是你看到现在2020年 剩下多少家 一千六百多家 所以等于成活下来的 已经不超过百分之十 大概就是一成左右 而且这些活下来的企业呢 好 已经只剩下一成左右了 大概还只有百分之二十的 能够维持生计 百分之七十 哇 经营得很辛苦 那百分之十能够盈利 所以真正能够赚钱的 大概就是一千六百多家的 又百分之十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是有多么的少 好 我们举几个实例来给你看看好了 天津的狗布里包子 它其实有162年的历史 但是呢 最近拥有一百六十二年历史的老店 它居然在五月十一号的时候呢 停止在新三版的市场挂牌 过去大家称啊 这个包子第一股 最后下市 原因就是因为连年亏损 没有办法达到上市的标准 再加上今年第一季的冲击 另外呢 全聚德烤鸭呢 也提到铁板了 他们在2007年的11月的时候 还曾经涨到涨停 但是今年的第一季 就亏损了三亿七千万台币 所以你看连这些 过去老字号的一些店面呢 都能够亏损成这个样子 更不要谈 一般名气可能还不大高 可能还刚起步的这些企业 他到底在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疫情 第一季之后 他们受到了多大的冲击 所以为什么说流动摊贩呢 要逐步的把中国的经济 慢慢往上调 为什么李克强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其实大概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明明复工复产了 中国的经济衰退状况 还是得要靠这些流动摊商 慢慢的补上去呢 难道大企业不行吗 美联社最近有一篇报道呢 可能就有解答 因为他们取得了一份 WHO的内部文件 发现WHO的官员呢 早在一月的上旬 就曾经私底下抱怨说 中国迟迟不公布基因训练 所以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